他們復活了莫安娜之後 神經的事情竟然發生了 因為在網路上就有很多粉絲在分享說 這個嘿嘿 有沒有可能是半神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海洋奇緣2已經上映了 不知道你們看過了沒 第二集的歌真的是超好聽的 而且整個海洋世界的故事 也越來越清楚了 那我們進來後退續的就是 海洋奇緣2的動畫細節 還有小彩蛋 還沒有看過的朋友 記得先去電影院看完 再來看我們的影片喔 不然會被我們爆雷爆光光 再來第一集故事的最後 莫安娜幫助毛衣拿回魔鉤 放回塔菲提之心 讓島嶼恢復原狀 她也成為新的酋長 帶領著村民們出海冒險 尋找其他新的島嶼 但是呢就這樣子過了三年 莫安娜還是沒有找到有人的島嶼 第一集的時候莫安娜16歲 而在第二集的時候已經19-20歲了 她的家庭成員 她多了一個小妹妹 叫做西梅亞 那這一次莫安娜的配音員 一樣是由蕭威夷歌手 加演員的 奧利伊卡拉瓦爾侯配音 那第二集故事的一開始 莫安娜帶著普普跟嘿嘿 在一個小島上面找人 她跑到小山丘上面 又綠的吹了一下海螺 那這個動作呢 在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意思 但在太平洋島嶼的地區 吹海螺就表示球長 或者獨木舟要靠岸的意思 而儀式跟婚禮上吹海螺 則是代表穿越海洋的祝福哦 接著莫安娜發現了一個破碎的淘漆 說一個小知識 這個淘漆的形狀呢 很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拉皮塔文化 其實在太平洋的島嶼上 都有找到很多類似的遺跡 最老的甚至有到 三千年的歷史哦 那在淘漆上面有八個人 而後面的山 就是之後莫安娜 他們要尋找的神秘島嶼 Moto-Fetu 那在上面八個小人 也是在暗示這次冒險的夥伴有八位 有莫安娜 Loto Money Keller Hehe Pupu 跟毛衣 還有可可怪 那除了這個暗示之外 它其實也是代表著這座島 當初有連結了八個地區的民族 而電影的最後也有看到 以莫都飛土為中心 發射出去的八條路線 那畫布上面也是有八個方向哦 那我們簡單的幫大家回顧一下 海洋奇緣的背景設定 莫安娜住的地方是在玻璃尼西亞的地區 就是在澳洲東邊的這片太平洋海域 上面某一個虛構的島嶼 叫做Motunui 雖然說我們Google的Motunui 真的是會出現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電影裡面的Motunui 跟這個是沒有關係的哦 我就是Motunui的Motunui 因為當初第一集的製片人 想要平等的呈現所有玻璃尼西亞文化 而不是偏向某一個國家 所以在電影中 才會設定是虛構的島嶼 那玻璃尼西亞的地區 有包括毛利人 薩摩亞人 夏威夷人 羅圖馬人 東加人 還有莫里奧里人 跟托克勞人 還有拉帕奴伊人 但現在以人口來說 毛利人跟薩摩亞人 還有夏威夷人口比較多 所以海洋奇緣裡面 會看到比較多這幾個文化 尤其是薩摩亞文化 因為薩摩亞又被稱為是 領航者之島 跟電影中Motunui的傳統文化很像哦 那我們回到電影 Motunui帶著有塗藥的陶器 很開心的回到他們家 因為這就是證明了 真的是有其他人 曾經在附近的島嶼生活 那這邊我們看到 Motunui的獨木舟 升級變得更大了 這個設計呢 其實是參考了玻璃尼西亞的地區 使用的雙體獨木舟 Hukule做出來的哦 而帆船上面的螺旋圖案叫做Kolu 它是一種蕨類 象徵新生命跟希望 也象徵血緣關係還有歸屬感 拿來第一集的海洋之星 還有Motunui的奶奶 給她的項鍊上面 也都有出現這個圖案哦 那接著在Motunui回到家鄉之後 他的族人Moni aka毛衣的腦粉 把第一集Motunui跟毛衣的冒險故事 用很多塔塔布記錄起來 那這個布啊是用樹皮製成 通常會用來做衣服 或是重要儀式的墊子 結果他拿來畫畫 那島上也有出現很多Motunui的粉絲 發明了象徵Motunui的招牌甩髮動作 那聽說劇組未來要呈現出 Motunui漂亮的大捲法 還特別找了一個 少摩亞人Fiona Collins 照著他跑步頭髮弄似的樣子 才做出Motunui的頭髮的哦 那接著我們還可以快速的看到 毛衣來到一個黑暗的洞穴裡面 要求風暴神納羅的使者 馬丹基 打開前往魔圖飛土的傳送門 那毛衣這一次的配音跟演唱人 也是巨石強森啦 根本就是他本人啦 那接著畫面又換到 Motunui的村民 現在舉辦一個慶典 這邊還有小朋友跟他 而且仔細看的話 他跟第一集亂跳舞的小孩是同一格哦 然後這一次Motunui這樣又反擊回去 而且他妹妹還有有樣學樣 超可愛耶 她在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嗯嗯 接著毛安娜有說 大家開吃啦 不要讓豬肉涼掉了唷 然後畫面就tag到 撲不可憐的臉 跟第一集一樣啊 好可愛哦 而且他在這一集也長了牙齒 你有發現嗎 接著爸爸跟族人們舉辦了儀式 想要讓毛安娜當上 淘汰 那這個名字 在玻利尼西亞語中 是航海家或水手的意思 那他們的祖先 淘汰Vassa 也是冠上了這個稱號哦 接著我們就看到很酷的阿瓦儀式 那阿瓦呢 其實是一種植物叫做 他們會一起喝這個植物做成的飲品 這個東西很酷 我上網查之後就發現說 他喝下去之後會讓人有一種 很迷茫 然後很 茫茫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像酒啦 然後也會有人稱之他為 那在電影中 Moana參加的阿瓦儀式裡面 最盛大的薩爾法儀式 四少母牙群島裡面 給予酋長頭銜的加冕儀式 那電影中 把這個儀式的細節做得非常好 像是說喝之前 會先倒掉一點點再喝 還有參與的人 都要盤腿圍圈坐在地上等等 都是現實的儀式中會有的動作哦 那在這邊 Moana被閃電擊中 進入了祖先淘汰Vassa 想要給他看的畫面 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祖先是用大金雲的方式出現 而Moana的奶奶 則是化身成烘雨回來找Moana 這其實是參考 夏威夷原住民神話中的奧馬庫哦 因為他們的傳說就是說 他們已故的家庭成員 會化身成動物回來找他們 來保護他們的後代 就跟Moana的奶奶一樣 那在這邊 淘汰Vassa有告訴Moana說 如果他們一直保持孤立 終於一天所有人都會死亡 所以Moana必須要找到一座 神秘的島嶼叫做 用薩摩亞語翻譯的意思就是 Starland 他覺得分散海洋民族 可以削弱人類的力量 那回到現實世界之後 Moana研究傳說故事發現 Motofetu是一個 可以連結所有海洋民族的古老島嶼 但風暴神納羅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所以他就把Motofetu奉陰起來 沉到海底 這也是為什麼 Moana這三年之中 都找不到任何有人的島嶼 就是因為這樣 那因為整個海洋啊 都是以Motofetu為中心 以善行的方式分開 所以當Motofetu沒有了的時候 他們就會被限制在自己的海域裡面 無法找到彼此 所以最後每個島嶼上的人 都會慢慢的死亡 那他們的祖先 淘汰Vasa又相信 只要找到這座島嶼 就可以再次連結 所有海洋民族強大的力量 然後Moana 他就決定要再度出海 冒險找到Motofetu 破解詛咒 團結所有海洋人民 -我會回來 -我會保證 那這邊他還唱了很好聽的Beyond 而且這首歌裡面啊 還有出現第一集 I am Moana裡面的經典台詞喔 I know the way I am Moana I am Moana I am Moana 那唱完之後 變成靈魂的奶奶 就出現鼓勵他 跳了跟第一集一樣的舞喔 然後Moana找了三個成員一起出行 這三位成員 包括喜歡研究歷史的 毛衣粉 莫尼 還有工程高手 羅托 還有經驗很豐富的老農夫克勒 那在Moana跟家人道別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爸爸身上的刺青 其實在薩摩亞文化中 這個叫做Peya 從腰部一直延伸到膝蓋 通常是男性成年 會做的其中一件事情 這個刺青也代表著 這個人永遠會為了他的家庭 還有村莊跟島嶼服務 那在這邊啊 爸爸他帶著由牙齒 骨頭跟貝殼製成的項鍊 在太平洋島上 帶著鯨魚的牙齒項鍊 是代表球長 和有權勢的人的地位 像阿凡達水之道裡面的球長 也是帶著鯨魚牙齒的項鍊喔 他應該也是其中一個民族吧 接著Moana一群人 遇上了海盜可可怪 他們就發現 原來當納羅把矛途飛土 沉入海底的時候 也封印了可可怪的家鄉 所以他們才會變成 在海上游牧的海盜 每一次好不容易找到回家的路 就會被巨大的蛤蜊怪阻止 所以他們就請Moana幫忙 想要除掉這個蛤蜊怪 這裡有一個小細節很好笑 就是嘿嘿啊 他一直瘋狂的 躲過那個可可怪吹的箭 他都沒有被擊中 結果可可怪他們就覺得他很厲害 把他當神在崇拜 還抬轎子給他做 超可愛的 那在這裡我們也終於知道 原來可可怪使用的神經毒素 是來自一個長得很像水滴魚 的綠色史萊姆 真的很像欸 怎麼會有長這樣的魚呢 而且啊有趣的解讀方式 就是要被這個史萊姆壓過 而且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是他們掉進蛤蜊怪的 那個身體裡面的時候 那個史萊姆的尖叫聲 竟然是之前很紅的那個 尖叫一樣的聲音欸 你有發現嗎 啊 啊 啊 那最後在緊急時刻 其中一個很靈活 技術又高超可可怪 KOTU也加入制服了蛤蜊怪 還很MAN的跟他的老大告別 之後莫安娜一行人 他們一起進到了神秘的地方 但莫安娜遇見了馬丹姬 另一群人則是遇到了毛衣 那馬丹姬這邊還唱了一首超魅惑的歌 很洗腦欸 而且感覺超難唱 好好聽喔 那這位馬丹姬啊 他是納羅的使者 被派來看守魔徒飛土的傳送門 他的名字 在玻璃尼西亞地區 表示風的意思 因為風 是海洋航行的元素之一 也是第一個 玻璃尼西亞崇拜的元素喔 但為什麼不是水 應該要是水才對吧 為什麼是 還是他們覺得水就是 到處都有 Everywhere都是 那在這邊我們才知道 原來馬丹姬綁架的毛衣 就是為了要等莫安娜來 那他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莫安娜 可以幫忙打破納羅的詛咒 讓他可以重獲自由 接著他們八個人 就來到了莫特飛土的海域上 這裡的海沒有靈魂 所以不會回憶莫安娜 而正當他們很沮喪的時候 莫安娜就說 祖先不會呼喚我們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個的話 然後毛衣就很幽默的回他說 除非這是烏波電話 這句話在2000年之後才有意義啦 那這個烏波電話的英文 Bartel 它其實就是在指說 你的手機放在屁股後面口袋 然後走路的時候不小心按到 就是電話然後播出去的意思 那這裡呢 也有透露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海洋奇緣這個故事啊 是發生在2000年之前 而且也剛好很符合 真實歷史發生的事情喔 因為人類就是在大約3000年前 沛洋過海 來到了玻璃尼西亞西方的島嶼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至少1000年的時間 他們沒有再向外航行 那在歷史上 就被稱為長時間暫停 Long Pulse 但忽然他們又開始往外航行 到夏威夷紐西蘭等地區 那第二節的海洋奇緣 就正好解釋了這一個 原來是因為納摩淹沒了魔徒飛土 來詛咒人類 阻止他們在島嶼之間旅行 所以這1000年 毛安娜他們的島民 都只能在島上生活而已 直到毛安娜出現 在這一集打破了詛咒 太平洋的島民們 才可以開始互相交流 剛好就跟真實世界的歷史發展一樣喔 這個很細節欸 -我可以吃一口嗎? 好那回到電影 他們中間被拒到的海怪攻擊 Money差點死掉 讓毛安娜非常的沮喪 而毛伊這時候還特別變身成鯨魚頭 想要安慰他 因為在第一集的時候 毛伊因為變身失敗 不小心變成鯨魚頭 對他自己來說 是一個很尷尬又很丟臉的經驗 但是呢他這次為了要逗毛安娜開心 他就故意變成這樣 還說了同一句話 -抱歉 -我一直在想要真誠 -感覺像你很擔心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你真實在 -有什麼擔心你嗎? 那他這邊為了要鼓勵毛安娜 毛伊就唱了這次的主題曲 - Can I get a Chi-hoo? 那Chi-hoo呢 在第一部電影中就經常出現 -這次在薩摩亞文化中 慶祝的時候會發出的歡呼聲喔 所以他們會 - Chi-hoo - Chi-hoo 這樣子 而且啊在這首歌的後半段 毛安娜還跳了薩摩亞火刀舞 動畫的編舞指導的蒂安娜就有說 在傳統文化中 這隻只有男人才能跳的舞 當我親自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感到非常有力量 因此毛安娜在她情緒低落的時候跳 我認為這首歌跟舞蹈 可以讓她感受到更大的力量 那唱完之後呢毛衣就有說走吧公主 然後那個毛安娜就說我不是公主 那這時候毛衣就回她說 - 但很多人覺得你是 會這樣講其實是因為在第一集 毛安娜就有說過自己不是公主 她只是一個酋長的女兒 但迪士尼官方 還是把毛安娜列入13個公主之一 所以毛衣才會說 很多人覺得她是公主啦 - 如果妳穿一個衣服 - 如果妳有一個人的外套 - 妳是個女人 - 首先我不是個女人 接著他們討論的計畫 就是要毛衣用她的魔鉤 把魔獨飛土抬起來 然後再讓毛安娜站在上面解除詛咒 那其實毛衣在玻璃尼西亞的真實文化中 她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把島嶼抬起來 據說毛利島還有夏威夷島 就是她抬起來的喔 那當然呢 這個在第一集裡面又提到 那第二集真的是把她演出來囉 最後他們在跟風暴神大戰的時候 毛衣說了 - 它在第一集也有講過一樣的台詞啦 - 後來她還有在要變成巨嬰的時候 故意開玩笑變成一隻魚 也是在重現第一集 她變成一隻不成功的笑話 那最後毛衣被閃電擊中暈倒 毛安娜想到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直接潛到水裡面 摸到魔獨飛土 但是呢 她在摸到的瞬間 竟然就被閃電擊中死亡了 而毛衣為了要救毛安娜 就二話不說的跳進海裡救她 儘管她非常討厭游泳 但她還是直接跳進去救了她喔 接著毛衣發現毛安娜死掉之後 就很傷心的唱歌呼喚祖先 那祖先們也一一現身 贊成了螺旋的圖案 這也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象徵新生命跟希望的 那他們復活了毛安娜之後 神經的事情竟然發生了 她的手臂上多出了金色的刺青啊 而這時毛安娜變成了半神 毛衣也恢復了能力 那毛安娜手上的刺青啊 在薩摩亞文化中被稱為 Malu 是女性版的Paya 那上面的造型 就是以毛圖飛土為中心 往八個方向延伸 象徵她領航者的角色喔 那因為毛圖飛土的詛咒被解開了 來自八方的海洋民族就出現 這裡除了玻璃尼西亞人之外 還有看到類似 美拉尼西亞人 跟密克羅尼西亞人的代表 而在電影一開始看到了雞巨蟹 也在電影的結尾 成功地找到自己的新家 跳到了摩托努伊 在這裡毛衣出現 還做了她第一集的成名曲 You're welcome -什麼可以說除了 -You're welcome 接著毛衣領先回到摩托努伊 遇到了摩安娜的小粉絲們 她還把魔鉤丟給他們 那這些小粉絲們其中兩個有講話的配音員 就是巨石強生的兩個可愛女兒 Jasmine跟Tiana喔 你有發現他們的女兒名字都是 迪士尼公主的名字嗎 他們真的超愛迪士尼 最後毛安娜跟所有不同民族的人一起聚會交流 說了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而最後片尾畫面 六孫風暴神納羅的真面目 他生氣的跟馬丹基說 我們正要開始而已 那在這邊 第一集有出現的 壞螃蟹 湯瑪托也有出現rap了一下 你不會覺得片尾踩蛋那個 納羅坐在那邊的樣子 會讓人想到薩諾斯嗎 因為在漫威的電影宇宙裡面 薩諾斯第一次登場 也是用這個模式 出現在星際異攻隊的結尾 讓人知道說 接下來即將會有更恐怖的反派登場的感覺喔 各位粉絲親不親血 那其實迪士尼 也也常在作品裡面 偷偷置入下一部作品的彩蛋 像是說巴斯光年裡面 就要出現下一部 元素方程師的Wed圖案 這一次當然也有下一部作品啦 就是在結尾跑名單的地方 我們仔細看的話就可以看到 《動物方程師2》 即將出現的新角色 Gary 那這個Gary的配音員 就是由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官機位配音的喔 那最後我們來分享一個有趣的東西 因為在網路上就有很多粉絲在分享說 這個嘿嘿 有沒有可能是半神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因為 我們在第一集看到Moana小時候 嘿嘿就已經出現了 然後Moana現在已經長這麼大了 那個嘿嘿還是這麼小一隻 根本就沒有變 你看那個瀑布就變那麼大隻了是不是 然後從第一集到第二集 嘿嘿跟著Moana 經歷了各種恐怖又危險的挑戰 現在都毫髮無傷 然後他被可可怪也供奉為神耶 而且重點是 他還幫助Moana找到淘氣 那他知道其他島嶼上還有人的事實 所以網路上就會有網友說 他其實是 然後暗地裡默默的幫助Moana 你們覺得這個理論有可能嗎 他真的是半神嗎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說 他過了這麼久都沒有長大也是蠻怪的 照理來說應該是會變 可能比較大隻一點吧 除非他營養不良 不知道之後的序集會不會解釋這個問題呢 你們怎麼看呢 會留言告訴我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最後我們來感謝這些會員小芭樂們 一直以來的支持跟訂閱 非常謝謝你們 讓我們有足夠的經費 可以多喝一杯咖啡 更有精神製作好看的影片喔 愛你們 啾咪 啾咪啾咪 Love you 好 你 有